上一回我们讲到了经过夺门之变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那么协助他复位的徐有珍、石亨等人都得到了封赏,成为了朝廷重臣。 尤其是这个徐有珍,在把持了朝政之后,就开始大肆报复他的仇人。 在他的仇人当中,于谦是首当其冲,他罗知罪名将于谦关进了监狱。 那么徐有珍给于谦定的是什么罪名呢? 叫做盈利外翻,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但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审了半天,也是查无实据,没有办法,他只好向徐有珍请示该怎么办理这个难题。 徐有珍到底是个政治老流氓,他不加思索的说出了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 估计呀,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唾弃不已。 那位问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呀? 徐有珍当时说的是,虽无险计,亦有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他们有这个意思。 这些官员们浓缩了徐有珍的意思,将其提炼为更加传神的两个字,叫抑郁,并最后以此定罪。 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程度足以与这句话匹敌的,想来只有杀岳飞的那句莫须有了。 那么莫须有杀掉了岳飞,抑郁杀掉了于谦,好一幕精彩的丑剧。 而徐有珍呢,也凭借着这句话,入选了史上最无耻之辈的排行榜,堪与秦桧并称,一臭万年。 景泰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经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绝。 实在,天下之冤啊。 于谦被杀之后,案例应该抄家,可是当抄家的官员们来到于谦的家里时,才发现, 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财产。 抄家的官员万没了到,一个从一品的大官家里竟然是如此的贫穷。 他们不甘心,到处的翻箱倒柜,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受贿的证据。 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于谦的家里啊,有一间房子,这个门锁得非常的森严,没有人能够进出。 哎,这些人是大为兴奋,认为这个地方一定是藏了很多的金银财宝,于是呢,就把门给砸开了。 可没想到的是,这间房子里根本没有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样东西。 什么呀? 蟒桃和宝剑。 这是朱祁玉为了表彰于谦保卫北京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 于谦奉命收下,就把他们锁了起来,从来没有拿出来向人们显示过他的荣耀。 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安安静静的离开了于谦的家,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的告诉了他们,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特别是在许有贞的阴谋败露之后,他曾经反复的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为什么要编造谎言,陷害于谦。 石亨没有办法,只好把责任推给许有贞。 他回答皇帝说,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是许有贞让我这么说的。 朱祁镇听了这句话,是目瞪口呆,只能是不断的摇头叹气。 但是皇帝是不能认错的,朱祁镇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在八年之后,太子朱建申刚刚继位,便下了一道诏书,为于谦平反昭雪,并且召回了于谦的儿子于勉。 到了后来,那位懒得出奇的名神宗,也对于谦是敬仰有加,授予了嗜好是忠肃,以肯定于谦一生的功绩。 其实啊,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家许,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 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呢,却是独一无二的。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北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他从小就满怀以身许国的志向,历经了数十年的魔力和考验,从一个孤登下苦读的学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于谦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在他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没有贪过屋,没有受过慧。 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却从来没有滥用过手中的权利,在贫寒当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 他不畏惧困难和风险,在国家作为危难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 他是光明磊落的,走完自己这一生的。 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那是值得敬佩的。 而如果他还能够做出一些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 于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的证明。 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所创作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正所谓千锤百炼出身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药流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我曾经往杭州一游,并且专程去拜祭这位英雄人物。 但我到了于谦祠的时候,所见的景象实在让我大吃一惊。 当时是正值黄金州,杭州城游人无数,可于谦祠呢,却是游人寥寥,极为冷清。 倒是遇到了几位外国留学生,正在向于谦向鞠躬行礼。 惊讶之余啊,我上前和他们叛谈,这才知道他们是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看到了这段历史。 对于这位英雄是十分的仰慕,特意赶来瞻仰。 听完了他们的话,我是无言以对啊。 在神台之上,于谦先生依然保持着他那从容的神态,想来他在临行前也是如此吧。 五百多年过去了,于谦似乎从来没有离去过。 他始终站在这里,俯瞰着这片他曾经用生命和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俯瞰着那些他曾经拼死保卫的云云众生。 看到这儿,我释然了,不管这个地方是否门庭冷落,无人问津,也不管这里有没有仰慕者前来顶礼膜拜,都与这座祠堂的主人于谦无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即使再过五百年,无数浮华散去,于谦依然会站在这里,依然会因为他的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被世代传送。 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 明代有很多厉害的人物,我曾经给这些人物们做过一个排行榜,而于谦在我看来呢,应该排在第二位。 虽然有一些人物的丰功伟绩不下于于谦,甚至超过了于谦,但他们的排名也在于谦之后。 这是因为平顶的标准有两项,品行和才能。 虽然某些人的才能确实胜过于谦,但他们的品行那是有缺憾的,比如朱元璋先生的政治问题和张居正先生的经济问题。 而于谦呢,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几乎是无可挑剔,正是所谓的德才兼备。 像这样的人,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呢? 如果没有例外,于谦本应该排在第一。 可惜的是啊,在他之后,还有另一位高人横空出世。 这个人不但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而且是五花八门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一不小,并且善始善终,堪称不是初的奇才。 那么对于这位仁兄,英雄的称呼似乎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有一个更适合他的称呼,那就是圣贤。 这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边故事的主角,在这儿啊,咱们就先不多说了。 最后提一句,于谦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于勉被罚冲军,而冲军的地点呢,叫做龙门。 后来的系列电影《龙门客栈》就是以这个故事为模板的,而那位大反派太监的生活原型就是私立间曹吉祥。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故事,但是闲来无事,调侃一下曹吉祥等人,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杀了一批,换了一批,坐新龙袍,修新宫殿,改了年号,把景泰改为天顺。 足足的折腾了一个多月,朱祁镇终于消停了。 这也难怪,平常人搬个家还累死累活的呢,何况是换皇帝呀。 按说事情也算是顺利完成了,可是朱祁镇怎么也没有想到,虽然他已经思虑周密,势必攻亲,但还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而这个错误将造就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让朱祁镇成为历史的笑柄。 那位问了,说朱祁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了呢? 咱们前面提到过,朱祁镇是在景泰八年的正月十七日夺门成功的,随即他就登基为帝。 他呀,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忘记了那个被他赶下皇位的人,朱祁镇。 当时呢,朱祁镇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所以朱祁镇也没有去理会他,直接就坐上了皇位。 可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个弟弟呀,生命力还挺顽强,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死。 这不打紧,这要命的是朱祁镇忘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废处朱祁镇的皇帝身份。 这位老兄疯疯火火的干了十几天,他猛然想起自己那个只剩下半条命的弟弟仍然是皇帝呀。 哭笑不得的朱祁镇立刻用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废除朱祁镇,但是已经太迟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二月初一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明王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而且这两位皇帝还都是现任皇帝,外边坐着一个,里边还躺着一个。 这真可谓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奇观。 朱祁镇虽然闹了笑话,但毕竟还是坐稳了皇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代统治,天顺。 而那些还乡团的成员们在冤杀了于谦之后,前景也似乎是一片光明。 如果用童话的语言来做个结尾,可以表述为他们四个人手牵着手,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很可惜,历史毕竟不是童话,类似他们这种阴谋集团,结局总是逃不开两句话。 一句叫做壤外必先安内,另一句就叫做过河拆桥。 而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还乡团大致适用于第二句话。 解决了外敌,即刻发生内斗,这也是古往今来阴谋集团的光荣传统之一。 很快,还乡团的成员们就十分自觉地依照这一传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部斗争。 说来呀,有点滑稽,斗争的起因并不是分赃不均,而是性格不和。 因为徐有珍是一个有理想,没道德,有文化,没纪律的所谓复合型人才。 虽然他心黑手狠,脸皮极厚,但是他还是想做事的,有追求的。 可是石亨和曹吉祥这两位人兄呢,除了有野心和贪欲之外,什么也没有。 如果坏人也分档次的话,徐有珍就是一个有品位的坏人,而石亨和曹吉祥就是坏人中的渣子。 夫妻之间性格不和,那可以离婚呢? 而政治家性格不和,最终却只有一个结局,你死我活。 于是,坏人之间的斗争就此开始。 徐有珍和石亨曹吉祥的矛盾,从夺门之变之后不久就开始了。 他们原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这个关系呀还不错。 但是功成名秀之后呢,徐有珍才发现,哎,他的这个两个同伴,这个素质啊实在是太低了。 徐有珍入了内阁之后,开始操持国家大事,每天忙于办理各种事务,毕竟啊他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可是石亨和曹吉祥呢,却截然不同,他们俩发达之后,只热衷于干一件事情,什么呀,贪污受贿。 不但这么干,而且他们还不断的在朝廷当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是混乱朝纲。 比如石亨先生先后打过多次报告给朱祁镇,要求封赏夺门有共的人员,前后竟然多达四千人。 真是天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 估计呀,他连那天晚上在他们家厨房做饭的老妈子也都给算进去了,理由是有力的保障了后勤补给。 那个曹吉祥呢,也不甘落后,他的养子侄子,乃至七姑八婆之类的八刚的打不着的亲戚,也全都封了官。 真是令人叹为官职啊。 徐有珍每次看到这种乌烟瘴气的情景,都会不由得羞愧有加。 嘿呦,想当初我怎么就和这帮人搞得一块了呢? 啊,这都什么素质啊? 徐有珍心想,我虽然是一个阴谋家吧,可那二位人兄充其量却只能算是两个混混。 如果继续跟着他们混下去,那实在是太丢人了。 打定了主意之后,徐有珍开始和曹吉祥、石亨两个人保持距离,见了面也不跟他们打招呼,嘿嘿,他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 而石亨和曹吉祥呢,也终于发现这位高学历的人兄,想洗手下船,和自己决裂。 嘿嘿,决裂就决裂吧,我们叛逆不成。 于是,在天顺元年,也就是1457年的五月,还乡团第一次内斗,正式开幕。 这一天呀,徐有珍、曹吉祥等人正在朝堂上议事。 朱祈镇呢,突然拿出了一份走折,当众宣读。 内容啊,是这样的,说曹吉祥和石亨这些人,贪污受贿,是专横霸道,亲上瞒下排除异己,应当予以惩戒。 哎呦,曹吉祥先生当时就懵了,他手足无措,张嘴想要辩解,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朱祈镇没有看他,而是微笑着对徐有珍说,御史敢于直言,是国家的福分吧。 徐有珍看了尴尬的曹吉祥一眼,也跟着笑了。 这封奏折的作者是督察院御史杨轩,是个小人物。 而根据厚黑政治学的第一定律,小人物敢于弹劾大领导,排除个人精神失常的因素之外,那唯一的结论就是有人指使。 指使他的人,我不说,大伙也能明白,就是徐有珍。 徐有珍没有理会无敌自容的曹吉祥,洋洋得意的走出了大殿,他有充分的理由得意。 作为内阁首辅,他能够调动文官集团的所有资源去对抗他的敌人。 他有无数的打手,也就是那些严官。 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可是他错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代历史上唯一可以与文官集团对抗的死敌,宦官集团。 这个话虽然这么说吧,但当时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太大的权力。 司里坚曹吉祥也是很难与内阁首辅徐有珍对抗的。 为了解决徐有珍,曹吉祥是整天的冥思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这个业务钻研,他终于发现了徐有珍的破绽,并由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在不久之后的一天,曹吉祥进宫觐见朱祁镇。 军臣二人没有什么事就开始聊起天了,这个气氛非常的融洽。 突然,曹吉祥话题一转,貌似轻松的说起了宫内的一件事情,并且谈的是津津有味儿,可他的谈话对象朱祁镇却是脸色大变,大惊失色。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朱祁镇十分清楚,这件事情他只告诉个一个人,那就是徐有珍。 于是他急切地打断曹吉祥,问他,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呀? 哦,是这个徐有珍告诉我的。 然后,曹吉祥带着疑问的表情又追加了一句,啊,皇上不清楚吗? 这外边的人可全知道了。 这句话同时也宣布了徐有珍的结局,他彻底的完蛋了。 背叛和泄密是皇帝绝对无法忍受的。 自此之后,朱祁镇渐渐地远离了徐有珍,不再将他看作是自己的亲信。 这个徐有珍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他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儿得罪了皇帝,受到如此的冷遇。 面对着朱祁镇那冷淡的眼神,徐有珍无从申辩,也无法申辩。 曹吉祥赢了,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给了徐有珍一次漂亮的回忌。 当然了,这个徐有珍是不会把那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他的。 那么这个曹吉祥,他是怎么知道徐有珍和皇帝谈话的内容的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佳女士伽赢了,你会这样子做的 然后相冒放。 这个原因是让你更加强烈。 佳女士优移的中心我跟你说。 在后面的后面前, 然后说道我不能把他插放了您吗? 然后我已经有珍和我插放了您。 现在我们 OGQ兽 Ant对象,因为你拍你了 beh啦! 你可以,按着说道理убли什么 Name,我 Public反应该是几乎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